据韩国媒体报道,8月17日,韩国电影《军舰岛》正在春川紧张拍摄中,有60多位中国粉丝组团前去探班送中机。 17日,春川摄影机地旁的临时停车场来了两台载着60多名中国游客的大巴,他们经过了五天四夜奔赴到韩国探班军舰岛剧组。 据韩国江源道当地媒体报道,这些游客表明自己是中国送中机粉丝会的成员,来这里只是为了见送中机一面, 除了给送中机以外,还给数字组准备了画着送中机头像的杯子,然而因被剧组去之门外,粉丝团与旅行社和电影公司产生了摩擦, 整个世界也引起了韩国媒体的关注,连韩国的纸媒也发布了相关的消息。